安哥居上面看到了 看到了完以后 我就看到了春月锦炉 就是二楼这个房子 然后当时我们来这边看 看以后中介带我们看了 另外两套 没有带我们看这一套 我就跟他讲 这套房子我们想看一套 这个性价比不高 但你看房子是绿城置换的 所以我们第一次没看到 我们第二次再看到 第二次看到以后 他就跟我说房东是 一定要叫定金才可以月房 绿城春月锦炉小区 在杭州石桥路 和德胜中路交叉口附近 微信聊天记录里 绿城置换的中介业务员小盘说 房东也说了先付一项金 你付完一项金 我就让房东直接来谈 周先生说 当时他同意先交一些钱 不过前提是可以退还 等到中介找他签订合同 跟说好的又不太一样了 上面他已经完全写好的定金不可退 然后让我交这个钱 然后他说不好意思 我们就先这样写的 然后能这样写我肯定不签的 我说这个单子 他说这个单子只带了一份 所以麻烦我今天签掉 我说肯定不签 说不签以后 他就说聊了一会儿 他说我带了两份单子 这次我就觉得我很不乐意了 周先生说 当时小潘提出了两个点的中介费 因为感觉对方不太真诚 他又去找别的中介问了问 其他中介就说 你直接找房东谈就好了 就说你们谈 谈合成了你们 我们再签合动 对 然后我也问了 我爱我家或贝格 他们怎么收出一件费 他们就说我正常收顾客一个点 然后我就想了 我靠他全正在 从筹到尾来忽悠我 然后我就没有交定金 没有交定金 然后隔两天的问我 问我就是说 这个定金交不交 因为领导那边催得急 这个定金的合动 我们现在取消呢 还是要不取消还是解除 那我就回答 先取消好了 8月15号 周先生找另一家中介 买下了这套房子 成交价521万8千元 中介费5万元 他说 本以为买房的事已经尘埃落定 可前几天 在威法院上查到 他被浙江绿城房屋置换有限公司 起诉了 现场周先生用微信联系了原房主 对方说 绿城中介自己来找我 说要帮我卖房子 也没有找我钱书面委托什么的 我这边是没有交定金什么的 房都没要求 那我们不可能是 我上次跟你讲了 本来我们没有要求的 是你老公之前 刚开始跟我们说的价格 跟最后后面变掉了 我们担心你到时候再变 房东这边说不过去了 所以用的是这个说辞 我也跟你直说了 我们没有说要交定金 我们说的是你相亲 你要搞新手 小潘说 当时周先生临时要求降价20万 周先生又说起 第一次绿城中介 没有带看这套房子 还和原房东之前的矛盾有关 原房东在微信里说 其他中介跟我反映 有带去看房子的客户信息流失 我觉得这个不合理 跟物业反映过 周先生说 他和小潘签的委托 和一向金两份协议 他手头没有 当时也没拍照 此前双方在微信里谈起过 解除协议的事 现在情况如何了呢 来到中介小潘所在的 绿城置换同德路店 工作人员表示 小潘和相关领导都不在 记者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 截至发稿没有收到进一步回复 188黄剑 记者报道